世界杯为什么会在这举办能举办世界杯的国家? 不简单,2010年12月2日23时38分, 布拉特在苏黎世会展中心国际组联主席布拉特打开神秘信封向全世界媒体宣布, 卡塔尔获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本次投票, 被称为体育史上最重大的决定, 也给有史以来争议最多的世界杯申办画上句号, 争夺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的国家为什么有很大争议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卡塔尔这个国家, 卡塔尔是亚洲西部的一个阿拉伯国家, 位于波斯湾西南岸的卡塔尔半岛上与阿联酋和沙克阿拉伯接壤, 海岸现长550公里,面积1.1万平方公里, 人口37万全国80%的人居住在城市里, 90%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为国教, 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可通英语, 首堆多哈刀号货币卡塔尔里亚尔, 面积1.1万平方公里什么概念, 大概比下来就相当于我国的一个地级市, 而且人口只有我国地级市的十分之一, 卡塔尔人民起码出行, 另外,卡塔尔属于热带沙漠气候, 大部分地区未覆盖沙土的荒漠, 炎热干燥,沿岸潮湿, 四季不可明显, 四到十月为夏季, 是一年中最长的季节, 七到九月气温最高, 可达45度, 年平均降水量只有75.2毫米, 所以,有人就问了一个夏季, 长年40度高温炎热, 气候恶劣的小中东国家, 凭什么能举办如此盛艳的世界杯, 它如何有资本于美国,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强举办权, 凭什么啊, 凭他们足够有钱, 卡塔尔飞的世界杯球场, 在庆祝2022年申办世界杯成功, 大家都知道中东的沙克阿拉伯多有钱了吧, 但是跟卡塔尔相比起来卡塔尔更加土豪, 卡塔尔的洞车内景图, 大家都知道, 中东地区国家盛产石油, 靠石油发家的比比街市卡塔尔也不例外, 卡塔尔拥有相当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资源盐燃气的总储量维权世界第三名, 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排名则为世界第一名, 2015年起总GDP达到了3000多亿美刀, 人均GDP接近100K美刀, 是世界上最为富有的几个国家之一, 本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非常高, 下面是一位卡塔尔的商人接受采访时说的话, 2022年的世界杯, 是卡塔尔实现体育大国梦想的阶段目标, 提升其在海湾国家中实力的最好机会, 为了这场体育盛宴, 卡塔尔政府更是拿出了100亿美元的预算, 用于各类体育场馆, 城市地铁, 各类基础设施等建设可以说是轻举国之力, 来办好这一届世界杯, 我们来看一下, 卡塔尔用于举办世界杯的几个体育馆, 阿尔科霍尔体育场, 多哈港体育场, 乌姆萨拉尔体育场, 乌姆萨拉尔体育场, 在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中, 中国对提卡塔尔为了抵御酷热的天气, 场馆内每个座椅下面, 都安装了一个小型空调, 不见断置冷, 室外温度达到40度场馆内却凉爽一人, 一个场馆可是能坐2万人左右了, 那就是一个体育馆装了2万多台空调, 真是令人感叹土豪的实力和魄力不可小觑, 虽然卡塔尔称得上世界第一豪, 但是卡塔尔又与其他的土豪不同, 有钱人喜欢刷存在感, 低级土豪满名牌炫富, 高端富豪玩政治提高知名度, 阿联修是你享受应该属于前者, 而卡塔尔有政治暴富属于后者, 卡塔尔创建了自己的宣传喉舌, 半岛电视台, 中东从来不缺少热点, 而剑走偏锋大胆敢言, 却只有半岛电视台做得最好, 911事件后播报本拉登的视频声明, 直击伊拉克战争, 曝光RF血腥屠杀, 半岛电视台想不火都难, 本拉登我就欣赏半岛电视台这样的, 敢让我上镜, 更别说还突破阿拉伯国家的禁区, 例如女权、世俗化、民主化等敏感话题, 这些使半岛电视台迅速窜红与BBC、CNN齐名, 卡塔尔的国际知名度也大幅提高, 随着政府对宣传的重视, 国家知名度不断提高, 很多国际上的重要会议, 也选择在卡塔尔多哈举办世贸组织多哈谈判, 亚运会世锦赛, 未来2022年世界杯, 风头甚至干过了号称阿拉伯国家带头大哥沙特, 话说关注卡塔尔的人真的超级少, 比起迪拜, 卡塔尔这个土豪BLESS好像就没什么存在感, 可能由于签证等种种限制, 在卡塔尔的中国人不多, 但是有个重要消息, 要跟大家提前汇报中国国家队, 打击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了, 不过是2022世界杯的体育馆项目工程体育馆内效果图, 不得不感叹, 真是好了, 希望卡塔尔能继续加深, 与中国的友谊只要有钱, 我们中国一定可以建出各种世界瞩目的建筑, 让卡塔尔的城市贴上。